反正我们温泉土摇鸡 我现在帮您拆好了 刚烤好的拳鸡端上桌 掀开铝箔外衣 外皮烤得油油热量 徒手一丝 鲜甜的汤汁滴不停 冷乎乎的冬天 就是要吃土摇鸡 补补身体 但这道鸡可是藏有独家配方 首先把温泉水浇入桶子里面 当了药师40年的林老板 想要把吃鸡变得更健康 有别于一般土摇鸡 腌制过就拿去烤整只鸡 要先浸泡半小时的温泉水 肉质产生肉碱性 然后再汆烫把血水把它弃除掉 腥味就会比较没有 再用黑糖来按摩 按摩完拍打按摩完以后 让这一只鸡的Q度会非常的好 坚持选用一百天大的放扇鸡 肉质才会又香嫩又Q 腌制完成涂上香料 接着浸豆土油烘烤 过程又是一番学问 温度我们通常会有测锅 大概在350度到370度之间 太热也不好 然后太冷也不行 这样子肉质会比较漂亮 烤完会有点金黄色的样子 要满用心看它的火候香气 从制作前面大概就跟我们这样子 至少半小时起火也是半小时 放进去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 所以基本上要三个小时 因为外面都是一律都是吹皮的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是用温泉的就很特别 就是它比较多汁一点 我觉得它连鸡胸刺起来都不惨 温泉土腰鸡特殊的美味口感 每年都吸引不少老饕打牙剂 过年期间一天就要卖出上百只鸡 成为来店必吃的招牌菜 吃完别忘了重头戏泡温泉 桑一下 过年期间泡汤这个是算 对身体反而更好一点 五年春节去拿完来台中泡泡温泉 再尝一口吐腰剂 让身体跟心情一路暖到春天 海宇新闻红视辰林嘉倩 台中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